在防守暑假的足球員歐陽耀聰 會盡量抽時間回自己開的餐廳幫忙打理 這間餐廳是他和經理人Edison一起開的 歐聰喜歡煮食,對雞尾酒亦有研究 世界杯之前,他特意為32隊國家隊 設計不同口味的雞尾酒 其中,歐聰最喜歡的就是德國廿四味 我自己現在反而喜歡德國隊的廿四味 中國風得來有點西方味 因為兩種酒是混合的 又有花雕,又有福卡 所以這兩種酒混合起來 真的有點像中藥的味道 但又有些西方的酒味混合在一起 可以大家來試試 德國隊今屆分組賽出局,遺免失敗 真是24美感苦過Didi 不過世界杯和人生一樣,有贏有輸 最重要是有沒有隊友跟你一起贏一起輸 對歐聰來說,專幫他實現夢想的Edison 就是這位隊友 好像小學認識他 小學我踢麥當勞來對他 我決賽是輸給他 當時他是隊長的 沒有禮貌 很囂張的樣子 最後那場我們贏了 我贏了 馬上握手的隊友不同 即是他這件事還說到現在 他說要說一輩子 你說是否很好球 過我很多 我又不知道 我覺得大家聰明的地方不同 他的技術其實是不錯的 不過他踢前鋒是進不了球 這是最大的問題 讀書年代,本來兩個是敵人 但是因為一起玩花式足球 結果變成隊友 我小時候貪過一件 Like的球衣而參加花式足球比賽 世界盃需要一些人去表演 足球很難一對球出來踢 那時突然抓了幾個人去訓練花式足球 其實他的頭很厲害 你留意他的頭很大面積很扁 其實小時候他是主要表演頭的部分 我就是表演腳的跨球 我自己本來很想做 我幻想過自己的事 我做不到 我放在他那裡 推他去做 記得他會發了一段影片給我看 就是Jang R. Fry 記得有一段說 要令自己沒得選擇就可以了 那時候我真的令自己沒得選擇 就斬了香港球會的路 我們只是想想一件事 就是去到澳洲踢球的時候 這就是最終的目標 你過到去甚至乎機票錢都未必可以買回來 所以你除了留下來就沒有想 浮沃那邊他真的馬上叫我去試 試完馬上再飛過來 再支持我 就是他一個 他還帶上所有東西 足球裝備 感覺到這件事是很支持我 緊張他的表現多於其他一切 有多少獎金 會否進入球 到期前很想看他的表現 很想知道他的表現 想他表現得好 想他接下來會接到很多廣告 會賺到很多錢 會覺得這次可以了 我覺得那些不重要 就是我不太懂這些東西 我是去就去 但可能我對這件事 是一猶豫的時候就問他 他可以令我不去便去 不是每次都是Edison出口勾蔥出力 有時都會反過來 勾蔥是去到葡萄牙 才自己學煮食 因為他要生活 而且工資很低 所以自己煮好 他突然之間煮一煮 那幾年煮一煮一煮一煮 突然說不如我們夾粉開一間餐廳 我眼睛都突然開甚麼餐廳 叫我多練煮食 就練到像阿鼎爺 對呀 遲些有一天可以煮菜 就是因為一句 夾粉開一間餐廳 Edison又幫勾蔥實現另一個夢想 這兩位老闆都知道 踢球要用腦 搞生意更加要用腦 他們留意到的食物是手機先吃的 這個火焰燒雞 肉是很嫩厚的 但我們最後拿出來的時候 就會在客人面前淋一些酒 之後會著火 之後可以拍照之餘 又可以拍片 又好吃 所以這個是兩全其美 所以甚麼都有 沒得輸 那次大廚就說 有味道新菜式 不如試下弄魚豬 用西餐的形式表述 它要燙 要用火 做出來之後 它表現到西餐的感覺 給你的同時 它有中餐的魚豬味 但它用西餐的食法 由內到內 感覺是真是不得了 生意真是難做的 又要東西好吃 又要有堅力 跳路難走 它兩兄弟都習慣了 都是那句 最重要是在球場內外都拍著照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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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